但是医生无脚也有缺点 医生无脚有点光说不念 理论太多 时间太少 医生抽象 医生哲学很难用 负面的区别多 正面的区别少 有的时候我跟他们觉得说 跟不信的人好像缺乏共同一点 人家会觉得你是自说自话 在那边寻话论者 圣经是真的 所以圣经是真的 其实就是这样 但是 但是 无神论者也是寻话论者 他说没有上帝 说你没有上帝 他从没有上帝出发 最后证明没有上帝 这也是寻话论者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因为很抽象 我们来看几个医生无脚论者 科学已经证明圣经没有立足体 有些人提过 我是相信科学的人 你还自己说我不幸福 是因为因为科学的幸福 你们基督教信仰是很科学的 那我他班人这样讲的时候 预测呼叫不会去跟他 预测呼叫就不会去讲这个 这个现代宇宙学的什么 什么宇宙微调啊这些东西 他就会去找预测 因为这样讲的人 背后的预测是科学跟科学 可以是中立科幻的 他们被预测 科学家是绝对没有偏见 科学里面都是站在纯粹的事实上的 对吗 这是他预测 那你要怎么回应 你针对他预测 你就要来回应 对吧 你要怎么回应 那请问你要怎么回应 他这样对吗 你要回应说 这是不对的 科学也在不断的改变 科学也是文化的影响 科学是所谓的范式 对吧 科学并不是真正的绝对的诸力和科学 每个科学家都被自己的宇宙人生观 他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所影响 对吧 他科学家也有三观的 他对证据的解读 也会受他的前提的影响的 科学家也有 历史上也有可能会要作假等等 科学家 其实科学本身并不 并不能够能够来撑他世界的 对吧 所以这是 表明问题 我是无数认者 我相信你这里面有什么 对各位意思 无数认者 假设自己有足够的智慧能力 能支持 没有上帝这样的决论 他们觉得 宇宙里面没有这么个事 你要求他们回应 你怎么知道 唯一一位有资格来做这个判断的 就是神自己 对吧 你不是全知的 如果你不是全知的话 你就不可能做这个判断 苏联的宇宙的宇宙员到了宇宙里面说 我没有看到上帝 但是你没看到 世界上有没有白天鹅 你说我从上帝看过白天鹅 所以上帝就不成家 那是因为你有限 对不对 你不是上帝 世界上确实有白天鹅 只是因为你没看到 所以 但除非你去看过全世界的天鹅 你才可以 你才可以说 世界上绝对没白天鹅 对吧 所以 所以 所以这个是一个悖论 你要 只有唯一一个有资格做无生论者的 就是神自己的 这个毛毛论 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对吧 唯一一个有资格可以是全家无生论者 就是上帝当自己的 对吧 你必须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你才可以 所以 所以 比如说 这个是很多人提到问题 刚才有提到 我不能信神 当我看到 希德勒如果对待犹太人 又想到世界上充满了痛苦 我不能相信你 为什么 因为你毕竟是说 上帝就是全善的 又是全能的 那上帝就是有全善的 又是全能的 他为什么会允许这些事情 终章呢 这个背后的预设 我们来找他预设 预设就是 我们就算没有绝对的 伦理的道德标准 也可以做出道德上的判断 我们可以判断 希德勒是邪恶 对吧 他这样讲的时候 当然是预设 希德勒是绝对邪恶的 假如说 实相对的 你说 希德勒是适者生存吗 对不对 他为了他自己的民族 去杀其他民族 对呀 适者生存 弱弱强实话 假如你这样讲的话 那你为希德勒 能够找到理由的话 这个问题就不存掉了 但是 但是你这样讲的话 恰恰的时候你说 希德勒是绝对错的 他是绝对邪恶 对吗 所以你有这个预设 那我们要怎么回应呢 宇宙里面如果没有上帝的话 就没有绝对的道德表 也没有公义的根据 所以呢 要解决为什么有苦难的问题 不需要预设上帝存在 你要你要做出邪恶的判断 定邪恶的罪 一定要有一个绝对的 而且要有位格的上帝存在 上帝存在 你要以这个为前提 一个绝对而有位格的上帝 是什么信仰 那当然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吧 对不对 只有基督教信仰 他说上帝是绝对的 绝对对的 而且他是有位格的 如果没有上帝根本就谈不上邪恶的善 对吗 如果没有上帝 卓斯 卓斯陀 卓斯陀 约夫斯基写一个小说 小说里面都说 如果没有上帝什么都可以做 对吗 如果没有上帝 我做什么事情都没有 不需要受良心的谴责 对吗 对吗 对 所以 如果善恶都没有意义了 你说什么心得乐 什么的 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意义 所以 所以这样的护教学 这样的 这个 叫做预设护教 可以发展成 我认为 它实际上变成一种超验的论度 说 再论是这样讲的 只有基督教的世界观 也就是说 上帝作为绝对的为个存在的 那种有生论 才能为理性 科学和道德 提供真实的根基 如孙顿和其他宗教的世界观 无法做到这一点 我讲科学信仰的时候 我会讲 现代科学是发源于基督教文化里面的 这个不是偶然的 是因为基督教的信仰 为科学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宇宙观 宇宙万物是上帝造的 这是我们基督的信仰 上帝是有理性的 所以宇宙万物里面有理性 对吗 上帝造的宇宙是可以了解 人可以了解 只有自然秘密是存在的 是肯定的 这些都是基督教的世界观 可以为科学提供一个根基 佛教的不行 佛教的他根本就 佛教族有些根本是无声论的 佛教 你可以做一个无声论的佛教族 佛教并不讲创造啊 不讲这些 那 那回教也不行 因为回教里面没有位格这个概念 所以 真的 无声论 假如说是 无声论的话 一定是建立在自然主义上面的 如果宇宙观论 都是进化来的 人类也是进化来的 那么 宇宙何以 有那么精确的文条 宇宙的奇妙 这个人体结构 或者是人体 或者是DNA 这些 怎么进化得来 不可能 再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如果人也是进化来的 人怎么可以了解宇宙 假如两个都是进化的 那这个 人还可以了解宇宙 那这个机率简直是 本来宇宙出 这个机率就很小很小了 然后人还可以认识这个宇宙 那么爱因斯兰说 这个宇宙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 就是它竟然是可以示意的 物理学家竟然可以 用这个数学的方式来描述这个宇宙 这个本身不是理所当然 你想一想的话 无声论不可以为这样的人信仰提供空气的 这样的认识没有无声论根基 反而是只有可以的救教可以 做到这一点 好 这个我就不想讲了 所以 讲到这个护教 在我们实践的时候 我刚才介绍了两种方法 还有其他的方法 但是呢 请大家记住 护教的方法 那就是方法 方法不是绝对的 对吗 正确护教 比如说你用证据护教的时候 有些人就你们喜欢证据护教对吧 就是就是 有不信的人就给他推荐看 他看提升代判 可以的 可以 但是证据护教呢 你也可以 证据护教的时候 你也可以对预设有清醒的认识 有的有些人喜欢预设护教 有的那个 你用预设护教的时候 你也不要排斥证据 对吧 预设护教 也不要排斥证据 也不需要你完全排斥证据 有些人应该用 比如说复活的证据 对吧 预设护教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复活的证据 所以你可以采用各家市场 综合不同的方法 那很多伟大的护教的人 其实都是综合的 像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C.S. Lewis 或者是 Francis Schieffer 薛华 美国的Ravi Lacareas 这个Sanaglias 就是今天在那个外面 到处去护教去讲 去讲这个 讲无神人跟有神人的 这些大家 他们都是 他们都是综合 就是两个都用的 不是只单一个 综合 那我讲科学 我自己讲这个 我在马来西亚 刚讲过 初天书说 现代科学 与上天传算 我基本上也是综合的 我前面要讲这个 宇宙微调 时空有始 现在宇宙学 跟天文学 证明上天传算 这个听起来像是证据护教 像是这个物理论 设计论 但是呢 我后面也讲到说 虽然有这样 我要分歧说 虽然有这个 我们基督律看来是 铁证啊 铁板钉钉的证据 但是 为什么世界上 还有那么多无圣灵者 还有其他宗教的心 那我就去分歧 分歧我要讲到普遍启示 讲到特殊启示 那这其实是 预设护教 上帝可以证明吗 上帝怎么样能够证明 你怎么看在上帝存在的证明 那这个是有点预设护教的味道 所以我是 我也很好的 所以我们是 所以今天早上 主要就是介绍这个 护教学的一些 一些这个 我们下午有时间 可能讲一点点心理不生的激发 但是呢 没有时间了 就算了 那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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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上午讲的一些 很多是针对无所能的 对吧 呃 今天下午呢要撤重是要针对 异端的 但是我今天这只有六小时 所以因为 护教学的读对用很丰富 所以我们今天基本上不会讲到一教 就是说佛教有什么问题 违教有什么问题 这个可能 不会很多 所以 所以我可能有时间了 我我跟大家讲 无声论评判 无声论到底有什么问题 这个下午也许 我们先先讲无声论评判 讲一点点无声论评判 好了 好 我们正好 连来中的正好 我们请 请谁 请一位 人生的姐妹来 让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 这家姐妹来 我们接触祷告 就上午 就停到这里 大家吃饭 休息一点中间